然后觉得咱们人体没有问题 自然而然他又找到我了 这样子的 我也不需要从他身上赚多少钱 我就赚个中介费 你是这样的 像咱们中介一般挣钱一般 主要是靠中介费吗 还是靠差价呀 今天赚钱其实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中介费 现在赚差价的不多 最近我到银潭中部的二线 碧海家园小区 门前采访了几位 房产圈的经营者 了解了一些 房产中介的一些事情 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您看进来 如果觉得有价值的话 拜托您关注 点赞 点评 参与讨论 看地图吧 这是我采访的地点 刚才从那个开门红地产 走出来 看着这个碧海家园门口 在东边有一个叫 绘统装饰 绘统房产 咱进来搜索 因为这个老板 我应该认识 绘统房产 你好 家里有人吧 这里有人 月亮湾 陈信商铺 嗨 有人吗 你好 你好 今天 今天 我是正好有个朋友 说这个 那边有个巴黎厚 小伙子 开房产 开得不错 所以我的采访采访 他只能创业的 是吧 会统咱不是 以前开会的时候 不是和你那个什么 就认识吗 咱俩是熟人 熟人 对对对 我常刷到你那个航拍的 你拍那个什么 医院那个拍的相当棒了 那个那个五三十人民医院 对呀 室里那个 对相当好了 我这就是拍着玩 拍着玩 今天没事 没有什么事 用责任心做事 用感恩心做人 这是你的一个座右铭 对对对 看你这个地方弄得 还是挺那个啥的 挺漂亮的 看起来很高档 这种接待人的桌子椅子 就是自己待着舒服点 自己待着舒服 舒服点也行 这是这叫富贵族吗 还是什么族 这个叫小叶乐族 小叶乐族 还挺那什么的 挺有点哑趣的 我去泡点茶 不要不客气 怎么样今年过了春节这么长时间了 现在已经都已经什么春分都过了 怎么样咱这个地方业务方面 反正我这块就还行 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 因为做的实验比较长 他说客户群里也比较不硬的 都是老客户 都是老客户 喜欢印太太 请你跑要在这边 做的实验比较长 还有一些请你跑要想过来 然后也比较信任的 所以说比较稳定 也就是说 还可以 就是说你的客户 很大一部分是 是你的老客户 都是我朋友 是你的朋友 都成朋友了 你卖了房子以后 后来成了朋友了 对对对 然后他们又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带过来 在那买房子 这种情况是吧 对对对 感同身受 因为他们 自己住的好了 他才能让亲戚朋友过来 你这个理念不错 那新客员挖掘的怎么样呢 我这块 我不像和其他的 做什么网络 端口啊 做过一些 就是说其他的破壳渠道 我基本上没有 你不搞这个 我基本上没有 我没有那种 我也没有精力 去积极地去 去做渠道 去破壳这种 我觉得我这样就 那样的话 咱说兄弟话 就是 我感觉这个是把 银摊 强推给我们 就是说一些客户 我觉得不如说 亲戚朋友觉得 觉得好了 把这个好的方便 传递给他 他觉得银摊好了 然后觉得咱们 人体没有问题 自然而然 他就找到我 这样子的 我也不需要 从他身上赚多少钱 我就赚个中介费 他就去 你是这样的 就是像咱们 中介一般 挣钱一般 主要是 是靠中介费吗 还是靠差价呀 嗯 金餐的 赚钱提的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中介费 现在赚差价的不多 这还不多了 对 真正一个业主登记房源 然后来赚这个差价 中间 假如说 一业主想卖十万 我卖十一万 中间挣这一亿万块钱 这么多 这个东西现在很透明 也不是说这样 其实赚差价是可能的 赚差价但是是什么呢 现金收房 这个房子你想卖的一个 打个比方说 你爸爸想卖 我认为有利润 我拿钱来 现金把你这个房子拿回来 回头我要对这个房子 出去装修 升级 然后呢 有合适的客户 再推荐给他 这个东西我可能就说 真的差价 和差价差不多 也不能说是差价 因为我投资了 对 那是 我付出精力了 对 我把这个房子升值了 那是不是这样 对 这样可以理解 对对对 像其实 因为我了解 就是说 外地啊 那些中间的话 基本上它都是靠 就是说 非常透明的那种 中间费 你比如说 成交了 双方 各拿百分之几的 这个中间费 是不是这样子的 好像是这样子的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您这边是百分之几 百分之一 也是百分之一 基本上和这个内地 基本上是 差不多 并鬼了 对对对 那还不错 赚得少 赚得少 你像大城市的房子 它总价高 对 你像印堂的房子 总价底 本身就赚不了多少钱 对 一套房子 你就是十万块钱的房子 我一个 买卖双方 各收百分之一 我一共才收 这两千块钱 真是不高 真是不高 就是 维持生活 维持生活不是什么问题 对对对 就是说 头几年的话 咱们一天搞中介的 都是发达财了 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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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 我 我没发展 没发展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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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